现在我们的社会里,最不缺的,就是漂亮的小姐姐了吧,但是漂亮就一定有魅力吗?不一定,因为魅力值不是靠颜值决定的,魅力这回事会让你的魅力像打过了防腐计,即使时间在久,只要你有魅力,你仍然会吸引到异性,所以说魅力值是非常重要的。 今天就来给大家说说在十二星座里,那些星座女魅力最高,会让别人为之臣服。 第五名,天秤座,八面玲珑。 天秤座的异性缘一般都比较好,只是因为他们只说该说的,做该做的,不该说不该做的就不会去涉及,天秤座的形式风格都让身边的人最少有加。 善良温柔,体贴这些优点都让异性把他们立为好妻子的因素之一。 另外还有一些社交技巧等等,都会让异性觉得和天秤座在一起很值得。 第四名,水瓶座,合作分流。 水瓶座在十二星座里魅力值是很高的,可以说是魅力四射。 为什么水瓶座能够吸引到异性的目光呢? 那是因为水瓶座的女生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。 她们有智慧,有勇气,有调情能力,会不自取吸引了异性。 第三名,处女座,人间仙子。 处女座的女孩子会让人觉得她们不是人间烟火,像一个仙女般的存在,另外她们也非常的贴心。 对这些女般的处女座,异性很容易深信其中。 即使被使唤也是很心甘情愿的,这样子的处女座,让其他女孩子都很羡慕。 但是羡慕也没有用了,毕竟那是处女座的优势。 第二名,双子座,抢秀善舞。 双子座女生的特别的甜,有谁能逃得过甜言蜜语呢? 双子座的长秀舞,可是无人能敌。 另外,双子座通过观察,可以猜到对方的心理,从而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,善解人意再加上仿佛抹了蜜的嘴,怎么能吸引不到异性呢? 有些女生可以学学双子座的嘴甜哦,毕竟甜言蜜语谁都喜欢清。 第一名,天蜜座,杀人不见血。 天蜜座被称为没有感情的杀手,并且他们的惊恐一笑,可以说是杀人不见血。 他们热闹,性感,这无疑吸引了很多的异性。 据说,天蜜可以让你为他倾其所有,只为博他一笑。 由此可见,天蜜的魅力是非常高的,因为不是谁都可以让异性为之疯狂。 但是天蜜可以,另外天蜜相对于其他星座而言,征服的难度较高。 但是,男人最喜欢的就是征服,因此谁又能够抵抗天蜜的魅力呢? 以上说到的星座,有没有你的星座呢? 或者你对这个排名,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? 欢迎留言发表倩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